关心一连串网球的消息 首先来看到我国网球好手詹永然和詹浩琴两姐妹 在WTA马来西亚公开赛的双打决赛 也是上演了姐妹戏强的戏码了 最后由妹妹詹浩琴和匈牙利的搭档已迟落二胜出 詹浩琴也夺下了个人今年第一座的WTA冠军 詹家姐妹去年东亚用混双金牌战之后再赌对决 不过这一次是两人生涯在WTA的第一次对战 明年大会投奥种子的詹浩琴和搭档只花了一个小时又十分钟 就以直入二打败了姐姐詹永然的组合 名球的詹浩琴也夺下了生涯第四座的WTA双打冠军